還有一件事是警隊不要太容易情緒反應大 因為一大了就很難冷靜判斷 例如我們看到旺角警務人員大聲反應 可能有人說他在說髒話 事實上他真的不是說髒話 他接近是說髒話 如果對方說髒話其實他接近用髒話 但他也是被人誤會 說到他好像說髒話一樣 其實也看到警隊如果是太過髒話的情緒反應 即使他不是表現在具體執法上 也有很多人質疑 何況如果他在真的具體做一些決定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 你如果這麼動氣 那你在做是不是公正的事呢 如果那個活動本身就是支持警隊做某件事 那個警隊在場執法其實是很複雜的 我們覺得警隊一定要明白 在這麼複雜的情況之下 他要有專業的恰當的容忍 最近很有趣 2011年在英國有一個案件 叫做夏菲對刑事檢控專員 那個法庭就說你做警察 其中一個專業的一個要求就是 你被人用錯誤罵是頂得順的 如果不是你就不專業了 這個要求其實是很重要的 這個要求是因為執法人員在很多情況之下 會面對一些這樣的場面 無論那個人是理性合理地罵他 還是不合理地罵他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都能夠容忍到才行 這個就是他專業的一些要求 警隊有訓練的 在示威上面他們怎樣容忍 在現場執行上來都知道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被人用粗口罵 你和我都聽完之後都不會愉快 也都期望對公眾尊重對方 但事實上是有這樣的情況 有人是有激氣的情況 無論他有理無理 你都要接受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不能夠說不理他 甚至說獄警又怎樣對付他 在美國有很多案例 那些獄警的案例 差不多基本上在美國法庭都倒閉了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他們法官其中一個很出名的說法 就是這個就是區別我們作為一個警察國家 還是一個自由國家的分別 用粗口罵警察是憲制權利 聽起來很難聽 也都不應該鼓勵大家說粗口 但事實上如果言論自由比達自由裡面 如果你對警察有一定的質疑 你不滿意他的做法 純粹用粗口是不至於犯法的 英國在我們剛才說的案件之後 夏菲對刑事件判決之後 然後他們就下了一些命令的警隊 就是用粗口罵警察的人 如果只是這樣罵警察 不可以抓的 如果警隊的人說 你再用粗口罵我們就去抓你 或者警隊出了一個聲明 我們坐差辦公 我們就不能接受 不過有些補充